传说日本是由一把武士刀形成的 古神将珊瑚武士刀插入大海 拔出来时落下四滴完美的水滴 这些水滴便成为了日本列岛 我说日本是由少数武士创造的 这些武士愿意为了一个早已被遗忘的理念牺牲性命 荣誉 用心感受玩具 大家好 我是极佳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便是POPTOS出品的中意武士典藏版 那么这款造型还原的是最后的武士中阿汤哥穿甲的造型 作为一款影视甲 自然是有着十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那么这款头雕做的到底像不像呢 甲做的好不好呢 别急 我们马上来看 老规矩主体的开合直拍 这个直发头雕的细节咱们一会再说 这次这套甲出厂打理的完成度比较高 各个部位打理的都很紧实 对于电影的还原可以说是很到位了 上手体验过后 可以发现脚部对于材质是有一定的取舍的 没有完全采用真实的草鞋 蓝色的足带是布置的 麻绳捆绑在上面 脚底却是软塑料的 你说它是头工减料也好 说它是有所改良也好 反正换来的是更好的站立稳定性 这点在我看来还是不错的 乳当花纹的精度和涂装都很不错 转到背后会发现原来在绳结处用了烙铁融化固定 所以在正常把玩下应该不会松掉 再往上看会发现佩顿同样的还原电影没得说了 上面这个红色假片是金属的缝线固定 那么我们目光转向龙手 会发现上面有着同样的方形假片 但是它竟然是粘上去的 我去开盒就掉了一个 这里不缝一下我真的是想不通 不过随和还附属了两个备用件 总之把玩过后要注意一下这里 这个户壁也是绑上去的 同样的绑得非常紧凑 我都不敢保证我能绑得这么紧 工厂大妈辛苦了 这次假片的厚度其实很薄了 基本上可以说是合金甲的极限了 穿甲绳用的是宽线 我个人感觉要比细线好看一点 主体也不再是一体的了 采用环形假片穿绳连接 那么可想而知 它的腰部是会有一点可动的 当然也只是一点点 整个的版型还是非常修身的 上部分凸起的花纹虽然不肉吧 但是感觉不太清晰 这个银色的干扫比较随意 当然了还有一个蓝色的环形垫肩 这点很还原电影 上面有六边形的纹路 那么整体就是这样 作为直发头雕啊 其实量产的效果大多都不尽如人意 尤其是对于我这种 完全不会打理头发的人来说 要我说感觉就是整体的头发 太长了点太蓬松了点 也可能是为了给玩家自己修剪打理的空间 但我这种手残档只能作罢 刘海必须往下顺一顺 不然你会发现发际线这里的过度 还是挺明显的 面容的处理没什么说的了 我觉得还是挺像的 这个标志性的痘痘都还原了出来 就是感觉稍微偏老了一点 那么你觉得像吗 像的打一 不像的打二 看完了这些我们拿出肩甲 可以看出这个肩甲是有一定弧度的 当然贴合度就会变得更高 这个扣子穿过线圈就安装好了 这个线圈预留的有点小 穿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用镊子会轻松一点 这个喉轮有着工艺上的偷懒 本来应该是四片 结果两片合为一片 不过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还有这个头盔和面甲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弹幕问了 你这不是瞎搞吗 我就没见过阿汤哥戴头盔的 说的没错 不过这套甲的前主人戴过 不信你看 那么厂家也讨巧的 把头盔放在了点仓板里 你觉得不带好看 可以少花点钱购买普通版 这个头盔的潜力是直接插上去的 但是稍微的有点晃动 摆的时候需要注意调整 这个帽檐的龙精度感觉一般 但是涂装还是比较细腻的 没有越界 甲片部分的活动范围还是蛮大的 这次面具我特别想吐槽一下 下面这个甲片竟然就是一块 要知道这样的话 低头是会把面具顶起来的 这个地方偷懒 我觉得很不应该 头盔戴上以后感觉有点偏小 像是小孩穿了大人的衣服 不过阿汤哥是欧洲人 体型大 穿是假小点 倒是也正常 哎呦 厂家考虑的真细致 啥阿汤哥不到180 那么这次面具的固定还是挺有意思的 直接穿过这个铁环 但是还是觉得有点小 换一个头雕以后就感觉比较正常了 那么你觉得哪边的看得舒服呢 左边打一 右边打二 两把配刀短的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中规中矩 长得非常棒 拔出来以后会发现上面有刻字还原了电影 但是可能是工艺原因啊 细看之后会发现周围不是很平整 刀刃还有烧刀纹 并且两把刀的刀毯也还原了电影 诚意十足 这个棋同样还原了电影 这个白虎图案印刷的还是不错的 枪头的弧度和血槽啊 我觉得都很棒 整体金属材质 拿在手上 分量十足 木制的刀架和枪架 可以把武器放上去 这个铠甲箱 木头的纹理 以及边角都有做旧 两边的装饰和底部的包角啊 都是金属的 打开以后会发现 是有螺丝固定的 不用担心脱落了 这点好评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 它是干嘛的呢 猜到了吧 开始 谢家 等等等等 我们先看一下包装 这次的包装直接采用了电影的画面 腰缝这里啊 还有一个金色烫金的标贴 瞬间就有了逼格 打开磁吸盖子 后面便是背景图 这个暗色调的背景 一点都不悬宾夺主 好评 峰辉右侧是电影中的白虎图案 左上角这个烫金的符号 可以看出是一个老虎的爪子 这个字我并不认识啊 我根据电影的推测啊 意思应该大概就是 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武士 被发现还附带了一个绑着草绳的礼品卡纸 迫不及待拆夹了 这个一会儿再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场景你喜欢吗 接着我们来看可动 头部左右侧摆幅度有限 扭转可以360度 低头抬头属于正常范围 手臂侧抬90度 但是由于衣物拉伸 所以会有虚位回弹的情况 向前同样由于衣物限制 所以只能到这儿 居肘表现还不错 超过90度 后台可以达到70度 但同样也有回弹 胸腰前后果然只有一点 仅仅是一点 其实还算不错 大腿前踢90度 曲腿可以贴到大腿 脚步接地良好 但是幅度过大 容易脱落 还附带了一个地台 可以愉快地战施了 同时还有一对 伸展的手套手型 以及正常握持手型 整体就是这样 在经过了这么久的把玩以后 我对这款比较满意 1480的预定价 现在看来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胸甲这里 让我感到很新鲜 环形甲片穿帘 富有层次感的同时 也更加修身 但是龙手以及面甲的甲片处理 没有让我满意 头雕见仁见智 我觉得做得挺像了 主要就是头发不太会打理 效果会差一点 看着别的大佬的打理成品 只能羡慕 这款产品基本开合就可以战施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近来POP的日甲 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我以后也会分享 各种新品给大家 喜欢的话 不妨点赞 投币 收藏 转发 我是极佳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